Hello Homies,你现在收听的是克莱美特宅报导 让你宅着就知道国际气候能源大小事 先是德国最新民调显示 民众将气候环境能源转型视为TOP2最重要的社会风险 德国非核费煤的转型下 再生能源发电量再创新高 但是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管性开发仍有待观察 行政院日前指示2035年禁售燃油机车的政策 确定暂缓拜拜 让我们看看国外私部门企业们如何带动低碳运输的转型 英国气候变迁委员会于5月2日发布禁零排放报告 目标于2050年达成国家整体的禁零排放目标 本报告的亮点建议包含了 管制部门包含了航空以及船域的排放 并且声明所有的减量贡献将确实来自英国自己的努力 而不靠购买国际的探权 抵消应有的减量责任 这样的法定目标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禁零排放目标 可以说是管制的范围较广 而且更具减量的企图 其次委员会也指出了这样的减量路径 是具备经济可行性的 也就是减量的成本仅会占2050年英国GDP成长的1-2% 而电力转型的部分委员会也建议 2020年间因逐步的停止燃煤发电 并且于2050年时增加4倍的再生能源发电量 最后委员会也预估 2030年时电动车将具备成本优势 因此需要于2030年前禁止新售的油车 而这份报告的修法建议将进一步由英国政府审查 决定是否修改气候变迁法 而可以期待的是近期 英国议会即威尔市苏格兰后 正式宣布英国进入了气候紧急状态 以及英国最近为争取2020年 举办气候峰会的主办权的趋势下 近零排放的法定目标将是可以期待的 小编最喜欢来告诉大家 德国能源转型的情况是什么呢 首先呢 德国选举研究小组最新民调显示 环境能源转型是德国民众心中 Top2最重要的社会风险 而民调的负责人表示 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受到2018年创高温的记录 以及连续干旱的气候影响 以及近期气候、公民不服从运动、 学生周虎、户未来等影响 而有的民调结果 而在德国非核非煤的转型下 德国再生能源发电量于复活节期间再创新高 达发电量占比77% 而这段期间呢 英国也连续90个小时停止燃煤发电厂的发电 然而德国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管线开发 因管线经过了丹麦、芬兰、挪威等国的经济海域 目前呢 仅剩丹麦政府尚未同意 要求德国政府提出另一条路线的环境影响评估 因此德国的能源转型受到这个天然气开发的管线影响的 到底是什么呢 是有待观察的 日城行政院指示2035年禁售燃油机车的政策 确定暂缓 虽然小编不骑车每天走路上班 但是小编还是很想要分享给大家看看 国外电动车的未来趋势是什么 首先是今年3月时于日内瓦国际汽车展上 瑞士邮政与奥地利邮政公司 正式宣布加入EV100的全球倡议 宣示2030年将100%使用电动车 EV100的全球倡议呢 是由2017年Climate Group发起的倡议 促使私部门强化对于低碳运输转型的承诺 目标于2030年前使电动运输成为主流 EV100也指出 欧洲每三辆的新售车中有两辆是由企业所购买的 所以看得出来私部门带动低碳运输转型的动力 此外在日内瓦汽车展上 葡萄牙电力公司以及纽西兰Meridian再生能源公司 也宣布了加入EV100的行列 至于德国日前联邦参议院针对电动机车的管理也展开了讨论 预计时速12公里以下的电动机车可以上人行道 20公里以下的则可以上自行车道上行驶 但是有反对者指出 将造成进一步的交通乱象 并且有安全上等疑虑 联邦政府将预计于本月底做出最后的决定 以上就是本周的克莱美特宅报导 掰